那李四川副市長跟劉環副市長 最近都有到這個新社工廠 那怎麼看一下未來地方的一切 李四川 劉荷蘭 這兩位都是我多年的同事 在市政府工作很長一段時間 都非常表現傑出的優秀人才 所以我都樂見他們多多關心新北市 那 李卿姐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大家全力拼市政 我想要問一下 如果最後就是黨內有非常多利公民的聲音的話 那你有沒有可能來宣新北 不 到現在為止 說實在我還是這一個剛才也談過 我說實在我沒有這樣的這一個現象 家人也不反對我去參與選舉 所以這一個部分 因為我現在最重要的工作 還是把市政做好 那說實在我從這個70年就進台北市政府 待了25年才離開 現在又回來 我雖然講說我一生都貢獻給台北市 那如果能夠在這個時間內 能夠把台北市大概有一些 包括杜根 包括有一些工程沒有完成的這個部分 能再短時間把它完成 這個也許是我比較希望的 市長 那關安市長這邊有知情嗎 因為您剛有提到說您現在是報警關安市長 他從來都不敢跟我談這個事 那我也從來沒有 因為我沒有這樣的現象 所以我也沒有跟他報告這樣的事情 當然昨天那一個只是 這個前面他講說萬安警報 那現在我如果離開我就沒工作了 所以當然要警報萬安 您剛在廣播節目上面說 就關於新北市的事情已經談過了 那現在說不是韓院長 那也不是萬安市長 那所以到底是誰跟您談過了呢 我所謂的什麼談過 你想說新北市的事情已經談過了 不 我因為這個選舉的這個事情 我為什麼講 因為上一期的這個在市政總族行裡面 這個民進黨議員已經提過 這個問我有沒有醫院要去這個選舉 所以我才會講說 上一次已經都這個談過了 所以答案沒有改變 那除了您以外 目前還有包括林業華副市長 還有這個新北的劉荷蘭副市長 還有這個立委洪孟凱 其實都被點名有機會來選 那您認為這三個選項裡面 我都認為這三位都相當好的這個 連財 因為這三位都跟我共識過 那說實在不管能力啦 口才啦都比我好 我都比我好 所以都是一時之嫌 那他們是比你更適合的人選嗎 不過他們如果有意願 那當然黨有黨的機制的那種狀況 我都鼓勵他們 那如果說他們就是真的最後就是在民調上面 那最後是就是意願沒有這麼高的話 那川普會出來來承擔這個重量嗎 這個時間還長 我想我們就不必談到這麼遠 市長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剛剛有廣播的時候有提到說 自己雖然沒有黨參選 但如果要選的話 這個韓院長一定會挺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那個想法 為什麼 因為那一天當然這個 我們媒體問我說 韓院長有沒有欠我這個選新北 我說韓院長從來沒有跟我談新北的事 那我也沒有去跟他談新北的事 那當然他就講說 這個如果你要選 當然這個院長應該會挺你 那這個我想大概不必問 因為問了答案應該都很清楚 所以他就把這個當作這個主題 就這麼樣來 那當然啦 這一個選舉說實在 我剛才講過了 從頭到尾都不是我的選項 因為做工程的人 真的對選舉沒有這一個 本身沒有這樣的興趣 那也不懂選舉 那說實在最重要不管 你是選舉當了市長或是當副市長 我剛才講就是為市民去解決問題 所以當副市長也不錯啊 天塌下來還有一個人頂著 對 市長這邊還想請教 剛剛在廣播的時候有提到說 覺得讓年輕人來選也不錯 那是不是說接下來接下來挺 接下來比較支持的人 可能會比較偏向於這個 中生代的人選呢 不過這個我想國民黨應該有很多很好的這個人才 年輕的這一個部分也有很多的年才 當然有比有更好的那種方 說實在我多鼓勵他們啦 那提到好牌我們的李四川現在還是心理大熱門 但是最新的傳出韓國瑜院長有親自來勸勸 你有跟川柏聊過了嗎 是不是說實 李副市長都已經PO出了放心史 你們都還沒放下嗎 總共市長就是昨天有講到 昨天晚上在Threads發誤說 動我一個女兒 還有動兩個人 是不是心情受到影響 喔 不會 那只是我一個 大家輕鬆一點 在Threads上面就是murmur 然後這個大家懂的人就會 吃冰淇淋兩顆 然後二寶三寶 動我一個還有動第二 昨天這個李副被大家點名說要選擇2026新北市長之後 他也在臉書上面發文說要放心順息自然 你怎麼解決他的這個發文呢 這顆石頭 李副有告訴我是超過百年 他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人去跟佛祖參拜 帶了兩束花 然後佛祖在還沒等他開口前就跟他說 左邊的花請放下 他放下 那右邊的花放下 他也放下 但佛祖說 你還沒有放下 是因為你的心中間要放下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具有禪藥跟哲理的故事 所以我想李副這樣告訴我 所以全處如果李副不選的話 有可能是李立花副市長 去掛上陣 市長怎麼看 你們動我一個副市長 還不如我動我另外一個副市長 是不是下禮拜要動到政府裡面哪一個同仁 我想最重要其實我們 市府團隊大家非常的團結 有效盡力 我們都持續在努力而推動台北市政 來建議的為市民來打拼 所以市長你現在你一天講的具有禪藥的話 之後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覺得很有禪藝 很有道理 很有哲理 我需要好好的來 拒絕 玩味思考一下 兩位市長今天同台宣傳市狀日 那因為本來那個侯市長好像要請劉和人副市長代表 他是不刻意不排開行程 因為之前 呃 副市長有表態說不排除爭取2022新的市長 那因為台北市的李四川也是大熱門 我不曉得兩位市長對於藍營2026 誰代表新北市是最佳人選 你們的看法 新北市 不是這樣 我尊重每一個人自己的 直哀的規劃 但最重要的是 雙北市在一個共同的生活圈 教育文化 彼此之間都會密切投訴 所以我相信兩位市長 包括我們的市府公眾團隊 都跟台北市大家密切的配合 尤其這一次世界狀民運動會 我們已經幾度跟 蔣市長跟市府的團隊 大家採取合作 所以未來 在整個市狀運 我們希望能夠在明年的五月份 能夠辦得順利成功以外 最重要能夠帶動 雙北的整個觀光旅遊 以及相關的這個企業 更能病建築 這裡可以打搶名號 讓全世界看得到 雙北市長領辦得非常順利 一個成功 所以我們團隊的所有夥伴 現在勤力在拼我們的市政 所以蔣市長呢 剛剛侯市長都答了 他以新北市長的身份表達的看法 蔣市長覺得藍衣石會帶點新北市 我覺得都是人 好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雙北市共的生活圈 所以未來很多市政推動 雙北一定是緊密合作 交通、教育、文化、公務建設等等 我想我們這個市的公司 這是非常重要